阿倫的意思好像就是要作品 所以我們這個當老師的作品都不會講 那今天很高興這個跟來幾時 這一個會還在這麼好的場所講 這個是台灣大學非常重要的貢獻 對我們的社會 那今天也都是校友 這個是法律系的校友 這是我們公系的校友 那我們有社科院、公衛學院 就可以知道說今天這個主題是 就是跨領域的 那在21世紀所有我們面臨的問題 都會需要跨領域的合作跟思考 如果大家很堅持自己的本位的時候 都看不出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我很期待今天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背景當然是說 PM2.5這個事情在我們的社會被重視 那我個人是做了PM2.5大概 快二十幾年了 台灣第一個開始做研究的時候 我當然展開就是說 我做研究的時候還不如才進的一個窮景之下 那讓我們亞洲地區特別是亞洲地區 大家整個覺醒 這個事情很大 那才去挖說長久以來其實這問題蠻重要的 那最近的例子就是說 台灣一個1980年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裡面的一個公司 叫做台積電 他選擇了中部的大陸山一塊地方要去建 那可不可以 那我瞭解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當過很多的環境委員 那國光石化的時候我剛剛是環境委員的裡面的技術委員 所以我就在場合裡面可以講一些話 可是這一次我就沒辦法 我沒辦法之後呢 我只有在最後他們要審查的時候 寫了一篇文章 給所有的環境委員的確定 因為我在中部地區 我說我坐個司機 所以我用我的五六篇paper 來告訴環境委員 五六篇paper都是在環境上發表 然後就告訴他們說 中部地區已經超過什麼樣 任何一個新的產業 都應該要把舊的污染減量 他才能進來 沒有做這個街道就不應該冒然的去 讓他害怕 很遺憾這個環境委員 很多也不看 他看了也不採納 所以我們的民主的程序 或是專家的政治裡面 這顯然有一些問題 譬如說科技部要我們做研究 做了研究要我們去發表 發表了以後 可是我們國家用不用 那環境委員是根據什麼 如果這些證據沒有被採納的時候 到底什麼是專業人生 有沒有法律責任 怎麼可以有證據不用 這個是我非常納悶的 所以今天這個討論是滿有意義的 所以那個 那第二個現實就是說 台灣從火焰山以來 差不多DM2.5都是世界衛生組織 所認為比較安全的3倍到10倍 世界衛生組織是定的10 那真正去做風險 平均是用7.5的 那我們從那個以後 都是30幾到10 那我們面對這個 所以等一下 什麼叫做總量 是從哪個角度看總量 譬如說你一杯水啊 然後乾淨的東西有多少 那就看我們定義的乾淨空氣的那個基礎 那PM2.5世界上的決議就是 他是人類史上第一個空氣污染物 用健康風險為基準的管制非常 就是說他一定是看健康的 不看技術 不看其他的 他就是看健康的 所以在5月26號 世界衛生組織正式通過空氣污染 特別是DM2.5的捷運文 那我又寫了一篇文章說 我們每年都有派的去WHO做觀察團 可是都沒有報回來 這個非常重大的事情 那每一年 這世界上各國就要去跟WHO報告說 在PM2.5做了哪些事 那這一次會議大概是幾年 台灣開始有在 有在開始談論這個事情 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那這裡面很重要就是 PM2.5是沒有安全紀念 世界衛生組織講的 PM2.5呢 是一級的書 治癌物 PM2.5呢 在全世界呢 在會造成370萬人的死亡 裡面八成是中風跟吸血管疾病 其他就是被孕跟被癌 還有其他的不會死亡的像氣喘 所以這個世界上已經有共識 就是他這很重要 那很重要的東西在空氣中的 這個寒容應該要多少 是完全考慮公共衛生呢 還是要考慮技術的可行呢 還是要考慮社會狀況的可接受力呢 今天我們可能都會這樣來討論 那這裡面呢 有幾個重大的污染 台北市我們都看到常常講氣急車 可是中南部呢 就是工業跟火力發電廠 所以從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一直到高雄的西達火力發電廠 有台電的 有民間的 那台灣的用美呢 兩大用美的來源呢 整個公司呢 一個就是台灣電力公司 一個就是台塑企業 從北部的華雅科科學區的這個氣墊共生以來 他就買了很多的美 所以台灣電力又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美這個事情怎麼處理 結果在昨天 這個七大共略國 在這個德國的奧爾比斯塞下面 德國總理梅克爾很清楚的 扶許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決議 也就是說今年12月在氣候 全球的這個氣候鋼藥公約的 第21次的會談裡面 有可能是繼京都議定書之後 人類會達成一個議定書 一年前歐巴馬跟這個習近平 已經同意這兩大污染源 過去都不同意這個環治西歐洲 現在都同意了 所以他們現在不許在12月要通過這個東西 那這個裡面就是說 2050年要達到低碳社會 11世紀結束是一個無碳的經濟 所有寒碳的東西 都要被存在它原來的地標下 不再去使用它 人類才可以避免二度C增溫的可能性 其他共略國這是很清楚的 那這裡面就會牽涉到南美國的華麗塞 可不可以繼續用 那美國歐巴馬總統為了這個就 就提出了一個clean code plan 那clean code plan裡面就講說 不燒煤的好處CO度變少 所以它有一個蝴蝶效應的共異的效應 那我們台灣在這些爭論裡面 最近開始民間團體或是一起談論這個 一家一家的火力萬電廠該怎麼辦 那台積電的設廠就會增加 台中藍米火力萬電廠11%的用電量 8電量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產生的CO2 產生的DMR電腦的對整個中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或是整個台灣的衝擊 跟國際上好像是有點脫離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議題都在這裡發生 所以我想說跟大家稍微的底見一下說 國內的現況國際的趨勢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今天晚上有兩個小時 我想我剛告訴的這個建築面 跟我們整個戰略時 應該可以留滿很好的很多的面向 那等一下也歡迎大家 跟過去幾次一樣有越的發言 那發言的這個規則 就請這個中心的這個想像 這個盡量把握時間 把你的要點講 然後發言是問問題跟comment都可以 我們都非常歡迎 那我簡單的介紹就在這裡 那是不是先請 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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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見 然後 在你 旁邊 在你 在那